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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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养感激的习惯是必要的 而且要一直心惠感激 而不要总是浪费时间去思考 或谈论那些大富豪、大资本家的缺点和错误 我一直在表明一个观点 智库的第一步就是要将你想要的思想传递给无形物质 事实的确是这样 你会发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你又必要将自己和无形的智慧和谐地联系在一起 维持这种和谐关系是一件基本而有至关重要的事 在这里我要讨论一下 给你一些建议如果你能够遵循这些指导 这样他们肯定会将你的思想与外界的心灵感应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整个心理调节和弥补的过程可以归结唯一的词 态度 首先你要相信有一种有智能的物质 就是这些物质发展变化出了所有的东西 其次 你要相信这种物质 会给你带来所有你渴望得到的东西 第三 你要以一种谦公的态度 去将自己和外来的感应联系在一起 很多用其他的方式正确安排自己生活的人 都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态度而陷于贫穷之中 接受了上帝赐予他们的一件礼物之后 他们就因为没有感谢上帝而被切断了与上帝的关系 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距离财富资源越近 我们得到的财富就会越多 同样 与上帝联系越近的人 比那些从来不感恩的人更容易得到幸福 当美好的事物来临的时候 我们在头脑中越感激上瘡 我们得到的就会越多 道理很简单 态度上的感激拉近了心灵与祝福因缘的距离 对于你来说 态度可以将你的思想和宇宙创造性的能量联系得更紧密 那可能是一种新的理论 仔细考虑一下 你会发现的确是这样的 已经拥有的美好事物是按照一定法则降临到你身边的 态度会将你的思想与事物来临的方式联系起来 而且会将你的创造性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防止你陷入竞争的祈祷 态度本身能够使你保持无限的期望 而且可以防止你陷入供给是有限的这种错误的思维当中 这对于你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态度还有一项法则 如果你想得到你追求的东西的话 这样你就很有必要遵循你一项法则 这项法则就好像自然原则一样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相等的 只是方向相反 你对上仓的感激其实就是一种力量的释放 它会达到你指定的地方 而反作用力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转讯即逝的动作 如果你的态度越坚定越持久 无形物质的反作用力就会越强烈越持久 你想要的物质就会时常陪伴在你左右 注意耶稣的那种感恩态度 他总是在说主啊 多谢你是你给予我那么多的 没有感恩的态度你就不会拥有那些力量 因为感恩的态度令你与力量保持紧密的联系 但是感恩的价值不单单是在于它会带给你更多的好运 没有感恩的态度你就会感到不满足 而一旦你开始了对物质不满足的思想 你就开始脱离基础了 你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普通、肮脏、劣质的东西上 而且你的思维采纳了这些东西的形式 这样你就会将这些形式或者思维中的影像 传送给无形物质 这些普通、肮脏、劣质的东西就是你的了 如果你允许自己有这种低级的思想 你就会令自己变得更下等 又或者被劣质的东西所包围 而如果你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好的事物上 你就会令自己被最好的事物包围 而且令自己变成最好的 总之我们的创造力会令我们产生我们所注意的影像 感激的思想总是与最好的东西紧密联系 因此它亦会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它采取了最好的形式 而且接受着最好的恩赐 同样信念与感激同在 感激的心理总是期望着好的事物 而期望又会变成信念 而且每一次感激都会增强信念 没有感恩心理的人就不会有持久的信念 没有持久的信念就不会通过创造性的手段变得富裕 就好像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所看到的那样 培养感激的习惯是必要的 而且要一直心怀感激 而不要总是浪费时间去思考或者谈论那些大富豪 或者大资本家的缺点和错误 事实上它们已经给你创造机会 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它们而实现 你也不要对腐败的政策表示愤怒 如果没有这些政策 我们就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 你自负的机会也会大大减少 记住 只有当你与所有美好的事物保持一种协调关系 这些美好的事物才会被因此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